明镜新闻台全新打造六度头条 Six2 Dan News 世界大事新闻全包 近在六度头条 Six2 Dan News 好 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心一则 纽约时报的最新的评论 这个是由大家都十分熟知的 时事评论员邓玉文先生的一篇文章 他就点出了习近平执政的第二个季度 是要完美的集权来登场 内容主要提到在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 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还有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若干重大问题呢 标志着习近平迎来他在中国执政的第二季 正式开启党国统治的升级版 梁俊刚刚说这些话呢 我自己讲完之后 其实也是根本不知道这些字连在一起什么意思 我想你对这个内容呢 你今天也做了这个相关报道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第二季度这个完善的这个极权 完美极权登场是什么意思 到底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今天邓玉文先生在纽石的这篇文章呢 主要分析了一下这个习近平在下一个阶段 就是他的第二个任期 也不是第二个任期 叫他第二个执政季度 他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完全的推进一个所谓的完美的极权制度 这个完美的极权制度就是说 他现在不光指就像中共的一些官方媒体党媒说的 他定于一尊啊 维护习核心啊 现在在党内他的地位如何如何已经非常稳固了 那么这个稳固之后呢 不光指他在位是要稳固 所谓的完美的极权就是他哪怕不在其位 他的影响力依然非常的大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当中 邓玉文先生说的 大概习近平可能还会干一个十年 那么在十年之后 他可能会退居二线 但是退居二线之后呢 他并不闲着 他要垂帘听政 就是他说了这过去七年当中 主要他最觉得最重要两件事情 一个是要巩固他的政权 第二个呢 就是要来打造这个制度 所以如果说他接下来只要 他只想再做十年 那他是表示说 他在这十年当中 他会把这个制度打造得很好 来巩固说他之后 有这个垂帘听政的这个位 没错 就是他在第一季当中 他主要干的事就是黄袍加深 就是完全稳固 他现在在中共党内的这个 定于一尊 唯我独尊的这个地位 把他的现在的他的权威 完全的巩固下来 那么他的第二个呢 就是打造出了现在中共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独裁统治的一个体系 而这个独裁呢 更集中的就是或是以前我们说在邓小平时代是一个集体独裁 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意识党内有一帮人来进行决策 而习近平要打造的不是一帮人 就是他一个人 因为最近 中国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丁薛祥 在中国的一个有关于四中全会之后的一个读本当中都特别的强调说 这个目前中共的党内有一部分人有私心杂念 思想上还没有完全的跟习核心挂上钩 所以呢 在接下来这个工作当中 中共党内一定要明确 所谓的两个维护 不是维护其他的人 这个对象只指一个人 那就是习近平 不是任何的其他人 也不是任何其他的组织 所以这个时候中共一定要通过学习 通过内部的治理 通过打造一个体系来完善习近平 目前在党内的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地位 而这个地位不是说开会上讲一讲 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人 你的思想当中 你的行为当中 都必须要跟习近平保持高度的一致 叫党听中央的 但是中央要听习近平的 是 所以那他还有这个内容就写到这个治理现代化 其实这个之前我们在做相关内容的时候 也不时都会提到这个现代化 但是这个治理现代化 其实这个文章当中又说了一次 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 这个现代化以为是跟科技有直接关联的 其实是不全然的 之前很多人就是听到四中全会的核心是 推进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那么很多人外界就猜测 是不是中国的这个现代化 会跟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 会有一些挂钩呢 或者说有一些效仿学习呢 实际上习近平的这种现代化 他要维护的依然是打造一个中共体制内部的现代化 就是属于习近平的独特的政治管理体系 管理理念 所以这个现代化当中 如果说他有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的体制 那也仅仅就是说这个体制能够帮助习近平 在中共党内建立他的权威 建立他的一套治理体系 如果不是符合习近平他的想法的 他就不会作用 而且这个现代化按照中共目前的一种声音 就是中国不需要再向西方国家学习了 中国不需要向西方国家来学习先进的管理体系 因为中国现在本身由习近平所打造的这个体系 就是最先进的 那么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要进一步的完善 完善了之后要干什么呢 只要有机会 只要抓住了机会 就要向其他的国家 甚至是全世界 当然按照中共来说 首先是向那些发展中国家 来输出中共的这一套成熟的成型的 由习近平所打造的治理体系 所以其实之前很多这个 在采访一些亚太情势 或者是中美关系专家的时候 他们就认为 其实现在中国对于 就是放眼全世界 他并没有想要跟华盛顿 来做一个直接竞争的一个关系 他们其实对于确保在这个边缘 应该是说在中国临近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权利 其实是比要统治全世界的这个野心 要来的更坚定 就是说呢 其实中国跟美国 他们在全世界的这个局势上面 他们所图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至少以这个现阶段来讲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也互相呼应了今天的这篇文章 对 因为像中共来说 包括习近平来说 他在这个时候 他需要打造的 在他第二季当中他需要打造的 其实不是一个跟美国跟西方国家的一个碰撞 他要完成的是他的一个梦想 什么梦想呢 就是两个一百年 一个是在 这个中共建政 政权建政一百周年的时候 他要等这套体系特别完整成熟了之后 他要突出他的优越性 并且将其发挥出来 让中国呢成为能够像世界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绝对不会是西方世界 不会是像美国欧洲这样的主流西方国家 一定是那些 比如说非洲啊 拉丁美洲啊 这些 发展中的国家 来传导一种中国式的发展模式 治理模式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又呼应了 其实当年毛泽东讲的 就是要跟亚非拉 东南亚亚洲地区 非洲 拉丁美洲 这些国家来形成一个团体 那么实际上习近平今天在做的 依然是毛泽东当时 在努力打造的一个国际环境 是 那这个文章当中也写到 这个党国体系的升级版里面 最鲜明的特征呢 其实是进一步加强他 个人对党的掌控 还有党对国家与人民的掌控 这个是他目前慢慢一步一步 正在进行当中 没错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最近不论是中办的主任丁薛祥也好 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书记王沪宁也好 一直在强调 全党的思想一定要集中在习近平 他的身上来 那么 维护核心不是维护别的 就是维护习近平 而且在11月7号 王沪宁主持了一个中国的叫中共宣讲团这样一个动员大会 这个动员大会呢 其实也是个集体备科大会 那么这个宣讲团呢 从11月10号开始就开始下放到中国的全国各地去进行四中全会的精神基要的宣讲 而这个精神区要的宣讲核心当中的核心就是要讲清楚 讲透学习和宣传四中全会的精神一定是建立在维护习近平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基础点上 就所有的四中全会的这些目标也好啊 重要意义也好 如果离开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话 那就不算 那就不行 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个党政干部最关心的最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就是学习学习学习 把这个习核心学好学透了 要不然乌上帽就不保了 是 而且不光只是每一个人要学 而且他的文件当中要求是党政干部和群众 就是每一个老百姓都需要把习核心学透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不光只是中国人要学 外国人要学 就在11月8号还是7号 在中国一个对外联络部的一个对外吹风会上 那么吹风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四中全会的这个核心基要 当时中国的一个高级官员沈春耀就被邀请参与了这个座谈会的一个宣讲 宣讲就是宣讲什么呢 四中全会的核心基要就是习核心 而与会的全部都是一些外国驻华的司令馆的高级官员 那么向他们宣讲习核心是什么目的呢 当时与会的有一个是非洲国家的一个官员 就问沈春耀说中国这个成功的经验有没有可以借鉴让我们学习的 沈春耀首先呢 呼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这个担忧 他就说中国绝不输出任何的意识形态 也不输出任何的模式 但是中国现在进入了新的时代 而这个时代呢 显然就是习核心时代 这个时代给全世界需要得到中国帮助的国家 带来了一个新的选择 他不是说机遇 他是说选择 你可以选择 那么这个选择题就是你是不是认同习核心 当你的选择题是OK认同习核心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方案 那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那就免谈 那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没错 那他这个最后还讲到他要来处理外部事务 就包括比如说让解放军更强大等等 这个是这个这次的这个文章内容 对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要维护其核心 是所以包括在军事上面也是一样 对 好的那个希望这个梁俊这个精辟的解释之后 大家对这篇文章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2.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新闻精华 Six2.News 六度新闻 Six2.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